前回的神粒便旅 桜島が絶景の鹿児島県で 焼酎について学び 焼酎を浴びるほど飲み ここでしか味わえない様々な美食を体験したTOMI そして今回は 大家好,我是TOMI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来到 栃木県立幕縣 今天要拍的就是 没错 神粒便旅游系列 大家有看完第一部的 山里線 然後鹿児島的影片嗎? 那這個系列的話呢 我會跑去日本的很多地方 然後會介紹 深日本 那這一次呢 為什麼我來到尼古 就是因為我要享受 冬天的戶外活動 大家應該感覺不到吧 現在超冷的 大概只有流入的 這一次 跟那個 栗木縣也有合作 然後也有拍一種 就是比較像宣傳影片的 然後我當大師的那種 感覺的很榮幸的體驗 我那個工作的畫面 是放在這個影片裡面 記錄一下 Let's go 一個是打新幹線 大概五十分鐘 一個是打新幹線 大概打五十分鐘 現在在這邊就是 雲流渓谷的熱口 今天我要去參加 氷泊 那氷泊這個日文的意思就是 氷泊 那我們今天的話就是 看著這些很漂亮的美景 然後走這個 非常大自然裡面 Let's go 我的爬上要開始了 這一次就是 總共要爬六個小時 你看這個後面的風景 也太漂亮了吧 而且重點是有很多雪學的 但是很輕鬆啦 我就覺得我以前高中的時候 就是做那個紙球嘛 體力是我有很多自信的啦 小菜一碟 我來到雪果啦 超多雪果 大概急爬了二十分鐘 開始有點累了 哈哈沒有沒有沒有 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 那邊的風景 超漂亮的 天啊我真的沒看過這種 很漂亮的風景 天啊我在大阪就是 沒辦法看到的風景 這不應該是我頻道 第一次 跟雪的 合作影片吧 很特別 好可愛的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就是 愛然 對 爪子 要是 好 然後 氷子 刺上 這個 不要 就算太危險了嗎 對 它滾了 所以 我們走開 就吃了 哈哈哈 現在好像要去更深一點 冒險的 就是一部分 哇 很多啊 我現在這個感覺很安全的 就是 所以它會損在一個雪的裡面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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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哇 好可怕 快要到了吧 超級的 這是什麼 到了 終於到了最後目的地 就是漂泊就是这个 你看 它们原本就是一个 Waterfall 已经变成这样子的 我真的太美了 这个我后面它是 Kurage Kori 就是因为看起来有点像那个 Jellyfish的形状 所以叫这样子 很值得耶 我在这人生一辈子没有看过的 Kurage Kori 凶白鱼尾结束了 身体超冷 然后 这次也又饿了 我刚刚点了这个 Yuba Soba 因为在这边的话呢 这个Yuba也是一个名乡 我觉得这个很好吃耶 它们的这个面也是很Q的 这是高汤的味道吗 所以现在这个很冷的身体喔 有线透的感觉 这个Yuba也我觉得太大了吧 大家知道这个Yuba吗 Yuba就是 本来就是豆腐的 然后那个豆腐的包包的那个 很难说明 这个我真的第一次看 Yuba的Sashimi 好像在日本任何东西都可以当Sashimi吧 好吃我觉得 好像新鲜的Yuba才可以做 跟那个生鱼片有点类似的 早安大家 第二天的这么漂亮的风景 这个就是中善事故 比昨天还冷 寒冷耶 那今天的行程也是非常充实 要玩那个玩雪的活动啊 或是吃美食啊等等 对 开始 好 现在呢 我要去去那个山上 然后玩那个Snow Airboard的活动 真的是我周边所有都是雪 这个是Uwasana Uwasana Uwasana 有点恐怖耶 好 我觉得呢 这个有一点需要训练的 所以我先练习好了 为了我的安全 对 我不想死 大胆地害 大胆地害 对 对 对 要不要 啊 啊 刚刚那个应该很不帅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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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會 我要來 剛好 但繼續 我已經真的好 我還沒那樣 還沒那樣 還沒什麼型 我做到了! 我觉得很帅 好贵 Yes! Good job! Got it! 而且呢 我刚刚这样跌倒嘛 可是呢 完全不会痛 是因为这个 OkuNiko的雪 就是这个Powder Snow 就是非常fluffy的 躺着也是比较舒服的那种 好 我们要去那个Niko脱手鱼之前呢 先要逛这边 就是Nishisando Chaya 这边就是世界一散地区的 卖很多美食的这个地方 那这边的气氛呢 你看 很邪恙的 然后也有很多店可以逛 すいません このドラバタさんの プレーン味 いただきますか? はい 啊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すいません 哇 它这个外面就是ドラヤキ 然后里面只有红豆跟很多奶油的 听起来很多奶油就是比较油腻的 但是并不是的 就是很迅速的 然后红豆的那个甜甜的味道 硬耶 我觉得这边气氛也是很好 就是很放松的 还要吃这个烤鸡嘛 哎 我觉得这个贸易 让我想起有点像台湾那个烫烤鸡牌 这个鸡肉是没有炸的 好香哦 这个烤酱油的香味 每次都来这种 像日本旅游吃很多好的料 这就是我的最大的动力好吗 好 我现在呢肚子非常饿 然后今天的午餐来到这边 就是 然后呢在这边的话可以享受 利木河流 我非常期待的 赶快去吧 哦 哇 这个气氛也是非常棒 我觉得你看 就是很大自然的 在这边可以享受和牛 这个菜单的感觉也很可爱耶 哦 我知道这个好了 就是 HIDE TO SAARROIN NO TABEKURABE SETT いただきます 哇 太厉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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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最初的 哇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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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紧张耶 要怎么做 我真的是很陌生的 哎 有耶 那个 哇 鸡肉的风味出来了 因为我其实啊 牛排 姜哇 鸡肉 这是我最喜欢的吃法 所以 我就是要 多一点的 哇 鸡肉好了 他们现在呢 要烤那个 鸡鸡和牛的 超厉害的 这个就是 SARROIN 然后这个就是 FILLERING的部分 那我们先吃这个 FILLER的部分 然后他们推荐说 先要用原味吃的 日口计划 也太脏了吧 我 等一下 我真的 停不下来 整个都很好吃耶 可是呢 我想试试看 刚刚我做的这个 WASAB 先沾这个酱油 再来拿刚刚我做的这个 WASAB 哇 可以放大量也没关系 啊 好吃 我觉得它这个WASAB很厉害耶 我刚刚放那么多 可是其实没有很嗆到的感觉 就很香 好喝 好 我现在来到 今天要住这一边 然后呢 这边就是全日本第一想到 农业跟观光结合的 这边还有 田跟农场 然后呢 他们的员工 自己种什么 米啊 然后蔬菜啊 然后HAB等等的 而且呢 这边还可以 客人自己也体验农业的 我们刚刚呢 在那边check in好了 然后现在要进去我们的房间 到房间的这个路 也是我觉得很有特色的 哦 开箱 哦 很漂亮的房间 先呼吸一下 因为这边的主题就是 NAS的大自然 一楼这个就是客厅 嗯 就是感觉非常舒服的一个space 然后呢 再来二楼 就是我们的卧室 哇 因为这个房间就是四个人要住的 对 所以这个三个床 然后楼下也有一个床 那边就是 田 这个我第一次遇过耶 就是 饭店 然后也有这种场地的 就是非常特别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叫 Agriturismo Resort 的原因 哦 这边真的太舒服了吧 我就觉得现在 肚子又有点饿 然后想喝个东西 哦耶 开心的夜晚就是一定要喝啤酒的 NAS的 Gibiru 我非常爱喝这种 怎么讲 日本各地的Gibiru 我好像每次去旅行 都会有这个喝酒的画面吧 就是如果你想要体验那种 非日常生活的话 就是很适合吧 哦 ちょっと待って 哦哦哦 这很有难度的门 你看看到了这个 Do you wanna build a snowman 好可爱的耶 而且这边还有很多手 超冷的 我也要做一下那个 Snowman好了 我跟大家说 这个手超冰的 你看完美的Snowman 诶很可爱耶 我觉得 我觉得他做的这个超大的 我的做 今天也有点不见了 这个体力 好明天就是最后一天 NASU ME 第三天 今天我要去的地方 叫NASU 今天很冷哦 刚刚一直都下雪 现在已经停了 可是我希望今天可以拍那种 电影的就是 啊下雪下雪下雪 好 现在呢 我们要开始这个Snowcycling 可是呢 要先练 大家看得到这个画面吗 今天这个 天气就是有点雪太多 好 现在呢 天地 我真的這個非常好玩的 我剛剛從那邊就是滑下去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有速度的 然後就很爽很好玩的 然後我就覺得很特別 因為呢通常來到這種地方的話呢 就是滑雪嘛或是snowboard 可是呢我沒想到可以體驗這個snowcycling 好可憐 哇超溫暖的 教練的滿滿的愛 所以就是會更溫暖的 這邊已經是1400m高的 就是像像的 在這種地方可以喝熱咖啡 這就是一個很棒的享受吧 喔喔 かっけ 乾杯 興味があるのか 人人が好きで 啊そうなんですか 嘿 ハラハラハラ バイバイ 對面的阿姨們幫我就是所做的這個三軸型的販床 後面這個背景也是很漂亮耶我覺得 好現在我們到了這個現場了 那我們要先穿這個snow雪 如果有這個snow雪的話呢 就是雪的上面是很輕鬆的可以走 所以就是這個活動的話一定需要這個呢 哇 要開始走路 大概走一個小時 很漂亮呢 然後這個 哇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pilder snow 哇塞 嗯 也是可以睡覺的 呱呱呱呱呱呱 嘩 嗚 嗚嗚 生猝 超好玩的 就是没有体验过的这个感觉 全部都是白色的 见到太漂亮了 在这边的话可以这样子做一个 有点像鎌倉学的家 如果大家想要进去的话 要再努力多一点 我就太高了 好 我们现在在做这个天然的桌子 坐在这边 然后 身间变成咖啡厅的感觉 这个水可以加进去 如果你想喝冰咖啡的话呢 就去加进去 太舒服了 我知道 真的是可以睡在这边的那种 小脸 三 二 一 三 二 八 十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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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东西的活动就这样结束了 然后这一次用的那个设备啊等等 也是都可以借的 所以就是大家不用提前准备 这一次呢我介绍了 立木县那是冬天享受的方式 大家觉得如何呢? 立木县就是离东京很近 然后交通很方便 而且在大自然里面 可以体验非常多户外活动 在这边呢有很多在日常生活 很难的体验的 snow activity啊 或是美食啊 然后温泉都有 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记得来这边看看哦 那谢谢大家 拜拜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深日本旅游系列 我自己也拍的超开心 可以体验非常多 我以前没有体验过的 好那如果大家也喜欢这部的话 记得留言告诉我 然后记得继续期待这个系列 我要去日本全国 47个Totofken 就是我的目标 那感谢大家收看 我要回东京 拜拜